这在俄罗斯农村盖个房子要花多少钱呢 随着我们造房计划的正式开始 如何建建在哪 预算是多少 等这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我们也逐步的开始了讨论 其实我们这个时间选择的刚刚好 俄罗斯这边还处于冰天雪地的状态 就算是要盖房子 也要等到四五月份开花之后了 这个期间我们就可以先构设一下 所有盖房的细节问题 还包括向有关的单位进行审批报备 这样才能合法安全的建造房屋 在开始准备工作之前 吴老丈母娘又带我们实际看了一下 目前房屋的问题 说实话 目前的情况也真是到了 要么改造 要么重新盖一个的时候了 我都都都 со все 系列 особенно той половине сильно 度 是 道路 我 去到 滴 高 了 从那边 上街 池掉了 滴 高 那里 滴 高 对 滴 高 那里 滴 高 那里 滴 高 像 滴 高 西瓜里面有数工程 所以在这边有数工程可以看到 首先屏幕里面有光 但是屏幕里面有空 以后有空会设计 当列车轴的车轴上 屏幕里面有光顺序幕 对 quartz 你看他在家里面 他在家里面的病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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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面完全不想 你把手放在家里面的病毒 那你看到了 那是热的 爸爸在家里面的病毒 他在家里面的病毒 上去的病毒 你看他在家里面的病毒 我当威士康 嗯 放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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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着 我的街上 这就是 用语句简单的话 来形容目前房子的状态 那就是地级下沉 房子塌陷 墙板露美 四处跑风 要不是我老战士是血气方刚的俄罗斯汉子 就这环境生活在经常零下40多度的西伯利亚 真的是一种挑战呀 紧接着第二天我们又实际地考察了一番 看看这房子到底建在哪里比较合适 这个是二哥的房子 老郑二强在这块附近干房 我也是这样想 我也是这样想 这种团队就看得出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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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是里面的地方 从阻尾上 对 为什么要是里面的地方 所以就看得出来了 这种团队就看得出来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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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没有 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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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新房的选址 目前我们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分歧 我一开始感觉靠近南侧的水源和下水道更好 一方面采光更优 一方面也省去了开凿驾驶管道的工作量 五老丈人和小达 他们还是觉得靠近二哥架一侧比较好 因为咱也不是专业搞建筑的 到时候还是要以五老丈人和施工队的意见为准 这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上一期我们也说过了 这个房子我们全家都希望建成这种经典的俄师木克朗 以为老丈人在这个地方深耕几十年的人脉 各个公众都能找到熟悉的人来施工 但整体来说现在盖房子还是要比前几年贵了不少 主要还是由于原材料的各种上涨 像是二个家的砖房之前盖起来大概花了四百多万卢布 我们的木克朗盖起来相对来说要便宜些 但也基本上要三百万卢布左右 这次我和小达就打算全力以赴帮助这两位老同志了 这破旧的房子住了一辈子 老了也盖香点福了 要是我这老丈母娘还是太可爱了 我们在这块讨论她就在那喝喝乐 可见是真的开心了 一个采钢房顶都能让她幸福感抱 好 是我 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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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mellison Operator AlIES Ultimate 今天 receipt就到这了 未来我将会持续更新我们的概訪日记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